歡迎大家再次來到 姚中儀文化館特備節目 一機一鏡繽紛樂 我們今天請來的 guest 是一位專業的活動攝影師 Zoe 你好 你好 第一次我們講一下你怎樣對人 因為你的活動好像全部都是拍人物 是呀 主要是拍人的 好 出場 其實我是一個專門拍舞台 以及拍活動的攝影師 其實可以看一看我都有些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當我們集中在舞台攝影的時候要留意的東西 例如 這是什麼活動 這是一個舞台 其實是一個宗教活動 就是一個Christian的活動 在舞台上會有一些外國的舞蹈員在跳舞 現在全部都是演員 是的 其實在舞台上的活動 是比較難去控制的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時候他們會走來走去 在舞台上 而舞台的燈光也是限制了你 因為你只能夠在某一兩個空間 或者位置去拍照 所以就變成你只能夠在 你只能夠在可能在台的左邊 或者台的右邊 或者正中間去拍照 真可憐 其實你可以上台一起拍照 是的 但是問題是 你怎樣去捕捉到在舞台的燈光 會不停地射進去你的鏡頭 然後會不漂亮的時候 或者有些影響 怎樣去拍到一張好的照片 這幅我很喜歡 是的 它射過來的那張光 是的 沒錯 很有你那個宗教的味道 是的 但是其實你看到我有三張照片 其實我是拍了很多張 我才能夠掌握到這一張 我最喜歡的 是光 還有它的面光 還有它的開心的 熱情的表現 是的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在舞台上 你是要有不停地去拍照 不停地去試 才會有你想要的效果 還有要等待 很多時候都是 那這裡已經是落了下面了吧 是的 去了另一個 跟觀眾有很近距離的一個活動 都是一起跳舞的 而當中 你見到 其實我是跟他們很近的 因為近到 他們會撞到我 他們的跳舞會撞到我 但是其實 在這一類的攝影 或者活動 活動 或者是 其實是 任何的 show 裏面都好 其實你也有機會 會是落到去跟他們 很近地接觸 不過是真的完全有兩個 一個就是不准你上台 是的 但是不限了你的角度 是的 這個讓你融入 但是隨時被人鬆渣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 你夠不夠賣 如果你一照片好不好 就是等於你夠不夠近 近的意思不是說 你的相機夠不夠近 而是你那個人 跟他們一起夠不夠近 令到讀者都伸至其中 對 因為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果你落到去 揹著全身的器材 然後 他們看到你 其實很突厚 很突厚 所以就變了 你的感覺就是 你要很令到他們覺得 你就是他們的一份子 就是你跟他們一起去 享受這個 跳舞 這個show 讓他們放下戒心 令他們可以很放鬆 去做回他們本身做的事 而你去拍他們 就是你就可以 就好像 Invisible 是的 是的 你跟我走去的鄉村拍照 一模一樣 你不可以說 我自己是遊客 我是攝影師 那些人很害怕 你成為了你的朋友 跟他玩 那你就可以拍攝到 沒錯 其實有一個攝影師 我很喜歡的 叫做Diana Abbas 她就 基本上是跟她被攝的主角 可能相處半年 或者是幾個月 她才會開始跟她拍照 就是因為 就是讓他們放下所有戒心 她才會去拍照 這是一個美國的女攝影師 是的 沒錯 她是專拍當時的奇怪的人物 例如說 媽先生 就是媽先生的兄弟姊妹 因為在那個年代 覺得媽先生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豬魚 或者是馬戲團裏面那些很多毛的人 她是專門拍攝這一類人的 這樣 那到你這一幅呢 這一幅呢 其實是 都是一個很長時間的等待 才有的照片 因為 這個在Family Stage上 是的 去Family Stage上 但是你看到她的光 在主體上面 是變成一個高光 嗯 而她 我特地把她的Eye數 調得再低一點 讓她整個人都不出 只是出她的Outline 這麼邊 因為其實 拍照 不一定是很多時候 不一定是要什麼都出來 才叫漂亮 嗯 你要想一下你想表達的是什麼 我經常跟她講的 清楚不是等於漂亮 是啊 就是你想表達的情感 你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 留白 或者是你把某些東西隱藏 其實都是攝影一個很重要的 這幅裏面呢 你的宗教和神秘感 我覺得很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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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大家看這幅照片 Focus他們那個人 他其實已經是 閉上眼了 還有他的手是這樣張開 其他人都不用去理會了 所以其實就是 你對其他人的感覺 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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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張黑白照 其實有時候 我知道你很喜歡拍黑白 嗯 因為我不懂顏色 因為顏色就會令到人會分心 所以其實有些情感的照片 我都覺得用黑白是很好的 例如說這張照片 我是用一支二十mm 是很近很近很近 去和他們拍攝 不是因為你近 而是他們可以容許你這麼近 是的 他仍然是把自己的感覺都放出來 是啊 沒錯沒錯 所以就變成了 你是要定了在一個位置很久 嗯 然後去等他們有一個這樣的時刻 去給你拍照 還有等他們習慣你的存在 是啊 沒錯 很震撼 是啊 那這個其實都是等待的 就是等待 就是試試 就是這樣試試試試 試到有一個位置 這一張很漂亮 其實你看到這一張照片 第一就是構圖 是的 那些視團的影響 是的 那這樣東西就是 要和你的基本功很有關係 就是在你學習攝影的時候 究竟你的構圖 有沒有黑落了在你自己的腦裏 當你一拿相機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拍到這個角度 是這樣的 那你又說到這些全部都是你 要浪費時間去試試 是的 沒錯沒錯 那接下來這些照片 就似乎不是試試了 是的 這些照片就真的去公司做的時候 即是你代表公司 你自己去拍照 你自己去拍照 去拍照 這是什麼情況 請問 這其實是一個公司 就是在灣仔 其實都很多外國人 很多不同的 總之全世界的人都會來公司 在湖展 是的 然後你就要去捕捉他們 其實整個感覺是比較 然後你沒有辦法不揹好全部的器材 所以你的感覺已經是 整個東西都是一個攝影師 是的 那你又怎樣可以在場館裏面 invisible 或者是令你拍到這一類 它們好像很自然的照片 是的 好像很friendly 是的 沒錯 所以就變了 當你試 我們叫試當真 試到你自己覺得 我自己試一下 就覺得我已經可以invisible 那你就可以真的跳出來去做 但其實當中 你見到這些照片 其實你見到我不是站很遠的 你沒有可能拿一支七十二百影 因為 所以人在中間 是的 在多人中間 你一定要拿 起碼也要二十四七十 但是你握手握到 是的 好像老朋友一樣 是的 但其實在某程度上 你見到 你拍了這張照片好像很厲害 其實在某程度上 你要跟他聊天 是的 是的 你一定要跟他聊天 我是攝影師 我想你們都是想拍攝你們聊天 你們繼續去friendly 握手都OK 其實在事前 有很多的照片 都是要在事前跟他們溝通好 因為其實你不可以亂地 走過來插上他 可能他不想讓你拍攝 是的 例如說這張照片 其實我是站在櫈內 即是說其實自前 是的 我是已經問了他們 我想進去 可不可以拍攝你們交流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都要有一個這樣的素材 即是這個人 有這樣的時刻 讓你去拍攝到 你見到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是的 這個又是你要捕捉 究竟你的第六感好不好 是的 你的第六感 是的 沒錯 好像整個 mood 現在轉到另一個 他在沉思 DJ 他是DJ 是另一個fair 都是fair 但是就變成他們 一個show 他會有quartel party 這樣 當中你就會去捕捉 每一個人 他們可能tweet check 或者他這個是DJ 他很專心去打碟 你後面看了一些光 為什麼都好像節拍 是的 而且其實鏡頭的選取都很重要 因為你見到 因為一張相片其實是flat 一張相片是平面的 但是我們人的眼是立體的 那其實你怎樣去靠一張相片 去表達立體的東西呢 就是靠一個鏡頭的burr 是的 所以就變成有時 不是說特意很追求大光圈 但是其實大光圈 是有大光圈鏡頭 他所表現出來的效果 令到大家可以模仿 人眼的立體感 嗯 那就到這幅了 嗯 什麼情況啊 這個其實呢 就是西九文化區那裡 那裡的 當時呢 我們就 即我是備受腰去拍攝 他們的藝術活動去拍攝 其實他們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所以就變成 當中也是很接近 他們好像我在試的時候 都很多人 你可以太遠 是的 我一定很接近 又可以很遠 總之我是很自由活動的 嗯 所以當中呢 其實我變成是跳了一陪 跟他一起玩 因為我要跟他一起跳舞 是的 變成其實你又不單是一個笑影師 你也是一個與會者 即是當中一起玩的一個人 是的 小孩子對著你笑一點 是的 是的 沒錯 嘩 什麼情況在這裡 好 這個就是幾年前 有一隊球隊叫阿即士 那就是來了香港 那就受邀來香港 然後我就記錄他們整個 就是一個trip的比賽 那當中就是其實 拍攝運動 其實都有一個event 那當他們拿到杯 一起很激昂地歡呼的時候 究竟你可不可以當中 capture到最正的那個武器 你想不想搶位 要 因為當中好 一大堆 我們叫男性攝影師 是的 其實我一個女性攝影師 你怎樣在一班男性攝影師 即是搶到的位 其實都是很考功夫 因為你不可以被他們撞開 你也都要拿一個好的位 這樣 嘩 你真是無敵 是的 要鬥撞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 幫一間學校去拍攝他們的相片 那就是 變成你看到有些南亞的人 也有本地的人 要他們很融入地拍一張照片 其實是要大量的溝通 因為他們都會很 香港的人其實很不懂拍照 很不懂對鏡頭 或者很不懂笑 所以怎樣去溝通 令到他們可以很容易的 很開懷的笑 其實攝影師 是一個社工 是的 一定要是可以 遇到這個 叫什麼文化衝擊 沒錯 沒錯 這張也是 你想想 如果你能夠控制到四個人 這裏一大群人 亦都是最難控制的 就是因為 一大群香港人 全部都 加上是一群青少年人 全部都是很不蝕 我拍照 拍什麼照 那你又要 費盡精力 去令到他們可以笑 和肯對著鏡頭 一起很投入的影響 像年輕人 不是的 你無論是年輕人 你都有這個 passion 是的 是的 好了 這位寶寶是 是的 這位寶寶就是我的女兒 所以其實 如果你想去實踐 去聽 我聽很多攝影師 我就知道她是怎樣 但怎樣去實踐 就是靠你們自己家裏的人 例如我這樣 我家裏有個小寶寶 我就可以拿她做模特兒 去試一下怎樣拍她光 或者怎樣去透圖 怎樣去令到她笑 令到你拍一張美照 就可以靠你自己的 family 開始了 因為 family 就是和你最 close的人 你就可以找她來做實踐 是的 因為她suppose是最卸下身房 對你和你的相機 這樣 是的 真的這樣 我們多謝 好多謝Sui今天和你分享 就是怎樣去應付人 那下一次你會和我們講什麼題目 我們可以和你講顏色 是的 還有構圖 好 下次就顏色了 好 就這樣 下次見 拜拜